这是什么手机 是不是没见过呢? 长得特别奇怪 其实这是高通寄给我们的骁龙8PLUS的工程机 不知不觉间我们非常熟悉的骁龙8 已经出了升级款骁龙8PLUS了 不过这个PLUS和往年的一些小修小补有点不一样 据说它动作还挺大的 那我就很好奇了 这个骁龙8PLUS在功耗上到底有没有改善呢? 虽然零售机还有一段时间才会上市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先在工程机上前瞻测试一下 那么废话不多说 赶紧来看看骁龙8PLUS的表现如何吧? 各家的工程机我们或多或少都摸过一些了 但是高通的这台QRD形态上会比较接近中端手机 至少它的尺寸是一个正常手机的尺寸吧 只不过背面的塑料后盖上面是开满了洞眼 底下全部都是接天线的 然后还预留了假电池的接口 还有debug的接口 可以说是相当的工程了 不过这台QRD和我们以前测的工程机一样 也是无法去测试5G网络的 所以我们的极限游戏负载就得放到零售机上再测了 并且这台机器我们是没有root权限的 这个意味着能效曲线 我们也暂时没法给它去画了 它系统内部虽然设计了性能模式和省电模式 但是你开或者不开其实跑出来的分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测不出多个频点的能效 应该今天也只能测一个极限负载的能效吧 那反正咱们就先前站一下大致的性能吧 往年的骁龙PLUS产品能效上不会有太大变化的 顶多就是超个频 提升一下极限性能 但是今年这个骁龙8PLUS就不太一样了 高通这次终于把咱们奠基多年的三星工艺 换成了台积电4nm工艺了 哎呀总算换回台积电啊 太不容易了 那么它的能效表现就非常值得期待了 其实按照我们之前做的能效分析 光是换回台积电就已经能够有很大的能效提升了 不过这骁龙8PLUS也不光只是换工艺 它还超了点频 CPU的X2大核从3GHz超到了3.2GHz A720中核则是从2.5G拉高到了2.75G 小核A510也来到了2GHz 与此同时它的GPU也从骁龙8的818MHz超到了900MHz 现在这颗骁龙8PLUS的CPU频率 已经不比隔壁发哥来的低了 那么极限性能我们大伙也可以看一看 功耗上高通日宣称SoC的整体功耗下降了15% CPU和GPU各下降了30% 真有这么神奇嘛 我们现在不妨就来测测看 好了 先来看一下CPU部分吧 Geekbench 5单核1301 多核421分 这个多核虽然还不是安卓的最高分 但是相比骁龙8的提升确实还是蛮大的 可以接近A14的水平吧 光弹跑分肯定是没用的 我们在乎的肯定是功耗对吧 所以我就把Geekbench的平台功耗给大家放出来 其实这台骁龙8PLUS的工程机功耗表现还算可以 大核1300分的平台功耗是3.7W 这个和同架构同工艺的发哥平台比起来差不多 可能还要比发哥略优一点 放在我们的能效曲线上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多核跑421分的功耗总算是降到了8.3W了 比起骁龙8跑分高一节的同时 功耗也确实降低了一些 放在我们的曲线图里在这个位置 它这个能效表现虽然并不是安卓最顶的 但也要稍微优于发哥的天际9000零售机 虽然说优的不多就是了 怎么说呢 这个CPU表现就是意料之中嘛 骁龙8PLUS毕竟只是换工艺 肯定不可能给你来一次天翻地覆的升级 但是它的使命也就是就骁龙8与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从这一点上讲 至少在高频上的能效提升还算合格 低频我们还没法测 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但是保守一点讲 你这超掉865总归还是能做到的吧 这个就要看零售机的表现了 再来看一下GPU部分 之前我们做能效曲线的时候 有些小伙伴想看一下Vulkan下的性能 所以我们这次的GPU测试又重做了一遍 Vulkan和OpenGL全都测了 翻了一倍的工作量了 咱们干脆两个都来看一下好了 之前的骁龙8在Vulkan API下会有一定的能效提升 虽然Vulkan下还是打不过A14 但是比起OpenGL下可以强出一些 那么这次的骁龙8Plus表现又如何呢? 诶 它这个GPU确实还算可以啊 峰值性能提升9%的同时功耗也降低了22% 本来骁龙8的GPU部分就不差 现在骁龙8Plus的GPU 放在我们的能效曲线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吧 A14和天玑9000的性能到不了它这么高 所以我也没法直接进行比较 那这个骁龙8Plus的GPU也许没准能比这两位来得更强一点吧 这个等我们零售机出来之后再测个低频就知道了 当然它这个能效和秒天秒地的A15比起来还差了点意思 要打A15那至少还得再等一代了 但能做个安卓第一也还算不错吧 我们还跑了一下3DMark的Wildlife Extreme 这台工程机可以跑到2827分 压力测试的稳定度大概是72.3% 虽然说工程机的稳定性可能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但是这个降频程度确实要比大多数的骁龙8的机型要来得好一些 整体看下来 这个骁龙8Plus如果只论高频能效 至少在这台工程机上表现得还算OK吧 基本符合我们之前对于更换台积电工艺的预期 当然了 我也不指望它能够一下子带来什么巨大的升级 但是至少从这个功耗来看 手机厂商现在也有了能用的高通旗舰性了 那么这个骁龙8Plus实际玩游戏的时候 大概又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们也该祭出杀手锏了 来看一下原神的性能 原神的2.7版本更新似乎做了一定的优化 现在的游戏运行起来好像要比之前顺畅一些了 所以我们这次所有的机器都会重测一遍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那么首先还是按照国际管理数一下分辨率 虽然说是全新的平台 但是这台骁龙的工程机依然是跑在720PE的全分辨率上的 并没有缩水 对我们的测试来说还挺方便的 那我们直接就高画质WiFi环境 25度室温 300尼特屏幕亮度 来离月缸晚上跑一跑 看看它能不能征服原神吧 哎 这个帧率曲线 哎呀 还是有点聊头的 看起来游戏在前11分钟 可以保持在一个不错的性能上 基本稳定60帧运行 查看调度前面这一段满帧确实也比较激进了 综合都来到2.7G了 原神跑满60帧所需的整机功耗 这台骁龙8PLUS的机器是6.6W 原神的功耗其实我们也见识过很多离谱的机型了 那么骁龙8PLUS的6.6W肯定算不上经验 放在安卓阵营里也还不是最强的 但是比起骁龙8来说那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甚至比起天机9000的K50 Pro来说也不逊色 应该说还行吧 不过在这台工程机上游戏运行11分钟后就会开始降频 降频后的帧率波动并不是很理想 我觉得零售机在调教上还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好在它的平均帧率够高 降完频这段平均下来有53帧 总体30分钟跑下来平均56帧 整机功耗5.7W 这个功耗表现还算OK吧 按照我们平时的流程 跑完30分钟原神高画质就该测一下温度了 这台QRD的温度表现其实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因为它的机身设计跟零售机还是挺不一样的 我们测下来边框温度倒是还行 最高44.7度 但是背面由于开了孔 热成箱仪可以直接拍到里面的主板了 那可能就没什么参考意义了 肯定会拍的比较热嘛 这个芯片的功耗相比小龙8是降了不少的 理论上同模具应该发热也会稍微好一些 到时候出了零售机 我们再来看看好了 如果你想跑更长时间的原神6帧的话 也可以选择降到中画质来跑 游戏在前28分钟都可以跑在稳定的60帧 中画质下的满帧整机功耗也降到了5.8W 这个应该大多数散热还行的手机都能压得住了 不过这台工程机跑到28分钟的时候还是会开始降频 差一点点就可以逃过我们的法眼了 总体来讲 这个骁龙8PLUS仍然没办法完美征服原神 至少这台工程机的散热还做不到 但是或许一些散热良好的机器是有希望可以做到的 尤其是考虑到它的功耗相比骁龙8降了不少 对于游戏手机或者散热堆料的一些机器来说 机会还是挺大的 如果你机身散热允许可以长期压住6.6W的整机功耗的话 应该是可以满足全程60帧玩的 除了原神之外 我们也做了王者荣耀的测试 这台工程机还开不了王者荣耀的高帧率 我们只能跑到60帧了这次 正好也可以测一个中低负载的游戏功耗吧 为了配合它 我们就只能所有其他的机器重测一遍数据了 60帧对于这些旗舰机来说根本没任何压力嘛 那帧率我们就没必要看了 咱们直接就来看整机功耗 很显然 骁龙8PLUS的王者功耗相比骁龙8有了巨大的进步 60帧下的整机功耗从3.8W降到了大概3W出头 现在它这个功耗和天玑8100K50已经是同一个水平了 确实还行吧 当然和低频能效顶尖的A15还比不了 但是在安卓单算是一个合格的表现了 那我们今天也算是简单的提前测试一下骁龙8PLUS的功成绩了 给我的感觉尤其是在功耗上 确实比之前的骁龙8要有进步 虽然这一次只是换工艺 架构上其实没什么升级 但是咱们也都知道 光是能换上台积电工艺 其实已经走出一大步了 这个骁龙8PLUS不说很给力吧 至少也算是开用了 尤其是考虑到高通和各大厂商之间的关系处得一直都不错 安卓各家对于旗舰高通平台的打磨往往都比较上心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最终零售产品的表现的 那么好了 本期节目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或者觉得有用的话 别忘了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来我们淘宝店 极客安店看看各种周边 我们这个新的显卡徽装也已经开卖了 感兴趣的同学不妨去看一看吧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